Hello 创业家们 今天切记忆来顺利吗 这个影片要与你分享的是 良宁产品思维30奖的第21奖 上瘾机制 用户激励系统 你有着迷过游戏吗 不管是手机游戏 电视游戏 或者任何游戏也好 有想过 游戏为什么会那么让人着迷吗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 着迷在游戏上面呢 又或者是说 这种让人着迷的机制 我们可以怎么样运用到 自己的商业模式中吗 有的 今天影片就是要与你分享 如何把这样的一个机制 运用到你的商业模式当中 我们在第三讲的时候就有讲到 驱动生物行动的生物性情绪 有四种 愉悦 不爽 愤怒 和恐惧 那当我们的欲望被满足了 就会愉悦 当我们的欲望没有被满足 就会不爽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其实啊 都是希望欲望被满足的生物 而当欲望没有被满足 我们就会不爽 就会很想要去满足这样的欲望 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想要完成这个欲望的驱动力 转换成我们希望他做的事情呢 如果这时候有人跟你说 你帮我做什么动作 我就满足你的这个欲望 而且当你做了这个动作之后 又真的能够满足了这个欲望 那下一次你想要满足欲望的时候 你就会更想要再完成一次同样的动作 这个就是激励 这个如果放在游戏当中的话 它就是那种会拉动你情绪的动作 当你完成某个动作之后 你就会满足你就会愉悦 当你没有执行某个动作的时候 游戏就不满足你 让你产生不爽的感觉 接着我们在第10讲的时候有讲到 爽点是什么 爽点就是你的需求 你的欲望被及时满足 当你做完某个动作之后 立刻满足你的需求 立刻满足你的欲望 这一点就是爽 这种立即满足的动作 就是游戏会让人觉得好玩的地方 可是说真的 这样的动作并没有深度 一开始玩 可能会觉得很爽很刺激 可是当人们一旦习惯了这样的爽感 这样的刺激感之后 可能就需要再有更大的刺激 才能继续玩 可是说真的 游戏有它的极限在 让用户爽过头 有可能让他爽完之后 马上就离开游戏了 怎么办呢 我们要如果把用户 更久的黏在我们的游戏上面呢 那就是让这个爽点 变得不那么确定性 就像假如我们在玩俄罗斯方块一样 跌了好高好高 一直缺一个长条的 可是你一直不知道 这个长条有什么时候会下来 这种崩了很久的需求 突然发现 一个长条的出来的时候 你一次消掉了四格 哇 这种感觉就是爽 爽完之后 你可能会想要再把这个俄罗斯方块 跌得很高很高 然后在心急如粉等 那个一个长条的 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 当那长条再次出现 你再一次把四条的一次消掉了之后 哇 那种感觉 就是再爽一次 这种崩了很久的需求 和突然被满足的爽感 加在一起 就会让我们成瘾 这种不确定的爽点和确定的爽点 不断拉动着我们的情绪 这个就是我们在前两讲当中所讲到的 用户情绪曲线 制作游戏能力的高低 其实就是对用户情绪曲线把握的能力 越有能力越能把握 越可以激励用户离不开游戏 如果你的产品是需要用户活跃度高的话 那你一定要把用户激励的机制放到产品的机制里面 如果设计一个产品没有激励机制的话 那其实你的产品是不完整的 不过在游戏当中 所有的资源都是虚拟的 只要系统平衡性做好 玩家只要完成动作 就会被激励 这个是绝对可以确定的事情 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面对一个用户 面对我们的员工 或面对我们任何想要激励的人的话 我们都需要在他每完成一个动作的时候 就给他激励吗 比如你是老板 看到一个员工一个工作做得很好 你特别高兴 你特别建议他发3000块红包给他 那下一次 这个员工又完成得不错 你还特别给他红包吗 那其他的员工完成得不错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要全部的人都给红包呢 而当如果你这个激励已经变成习惯了 突然哪一天 因为公司营运状况不佳 不发这个激励红包的时候 员工会不会非常的失落 会 因为你发红包的这个动作 已经养成了他的习惯 他也预期做了某个动作之后 就会拿到这个红包 当你突然不发红包的时候 虽然他理智上可能会知道 公司营运状况不好 大家可能要共体时间 可他心理上一定会觉得 停止发红包的这个动作 伤害了他心理的预期 伤害了他对确定性的感受 要知道 人是非常依赖确定性的动物 确定就是依赖 不确定就是伤害 一个确定性的上司 不论大小 其实都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不管你是要对用户 对你的员工 或对任何人做激励 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都必须要非常慎重于小心 以免到时候激励不成 他还在怨你说 你怎么没有给他应该得到的 可对方可能一点都不会感觉说 这是你咬牙额外给他的呢 那刚刚我们所讲的 大多是外在激励 外在激励就是那一种 能强力短期改变用户行为的工具 比如获得奖金 获得名誉等等 接着我们再来谈一下 能够让人更加自动自发的激励机制 就是内在激励 内在激励 就是驱使一个人内心 获得饥渴感 满足感 愉悦感的内部因素 这才是真正让人能找到感觉 愿意让他主动持续深入 并且把事情做到位的激励方式 假如有一个小朋友 他一开始画画 是为了得到老师的嘉奖 同学的亲线 甚至是父母的奖励 结果他发现 越画这些外在激励越多 外在激励越多 就越刺激他继续画 结果这小朋友画着画着画着 画出了兴趣 画出了渴望 画到就算没有任何激励的时候 他都愿意持续画下去 这就是外在激励 转换到了内在激励了 假如我们要设计一个可以不断优化的激励系统 我们就必须要试着把内在激励也给融入进来 因为我们的资源有限 外在激励总有一天会被习惯 可是当用户的内在激励一旦成型 他们就会自动自发的去做我们希望他们做的动作 而且还不用任何的奖赏 那我们要如何试着将外部激励 转换成内部激励呢 在这边就必须要靠环境的帮忙了 我们就必须要试着塑造一个奖励的文化 奖励的环境 当某个人做了某件好棒棒的事情 拿到了成就象征之后 我们就要试着让我们环境中的所有人 给予这个拿到成就象征的人一个鼓励 可能是口头上的嘉奖 可能是网络上的按赞 甚至其他人羡慕的眼光 也可以给予拿到这成就的人心理上的满足 这种环境的激发挤压和认同 就是将外在激励转化为内部激励的关键要素 另外我们在设计我们激励系统的时候 我们也要试着将我们的门槛降低降低再降低 让用户可以一步一步朝着我们希望他去的方向前进 而不会因为眼前的门槛太高 成就看来遥不可及 就放弃行动 在这边我想与你分享一本很棒的书 勾引效应 它也是在教你如何设计一个 可以让你用户上瘾的商业机制 让你可以透过四个步骤 打造出勾引用户的商业模式 这是一本很棒的书 如果你对这主题有兴趣 建议你也可以去买来看看 另外还有一篇很棒的文章与你分享 这是一个大陆的游戏策划师所写的 他写说为什么我的儿子不会沉迷游戏 这个人本身是资深的游戏策划 他的工作就是设计一大堆让用户沉迷的游戏 其实不管大陆或台湾 父母对孩子打电动这件事情都是深恶痛绝的 所以这个人身边呢 会有很多的家长 责怪他设计让孩子上瘾的游戏 可这个作者却说啊 其实引导玩家和教育孩子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只是大多数的家长不懂如何引导自己的孩子 而且引导的方式输给了游戏而已 只要能够用引导玩家上瘾游戏的方式 慢慢引导孩子 就可以让孩子不会沉迷于游戏 这篇文章 从沉迷游戏的本质到引导孩子的技巧 再到奖励与惩罚的方法 都有详细且具体的介绍 如果你家有孩子沉迷游戏 如果你希望让你的用户沉迷于你的商业模式当中的话 我真的建议你可以拿出手机扫描画面当中QR Code 到这篇文章去看看哦 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影片学到了什么 对用户上瘾机制的设计 就是用产品激励用户 对用户激励方式分为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 这两种激励需要交替的进行 要点是在于降低门槛给用户成就感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这边 期待今天影片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 我在网路行销商业模式上的修炼笔记的话 欢迎你拿出手机扫描画面当中QR Code 到我部落格去看更多哟 我是黄小军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看完今天影片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又不想错过下个影片的话 你可以选择订阅我的影片 如果你是从FB上面看到的话 请记得按赞并且点击抢先看 如果你是YouTube上面看到的话 请记得点击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又或者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话 也欢迎你到我的官网上去看看哦 我们下个影片